如果说NBA中科比是老大,杜兰特是老二,不可是老四,那么老六无疑就是体股队的阿尔瓦拉多了 最近老六梗火遍全网,一开始指着是在游戏中喜欢蹲脚落偷人,草丛里搞埋伏的猥琐性玩家 如今NBA赛场也出现一位老六 他在赛场上总能以奇怪的角度,悄悄落到人身后,趁运气的球员不注意 从身后直接将球抢断,这种行为,一般球员打一个赛季,几乎做一两次都差不多了 但是阿尔瓦拉多几乎每一场都要搞这么一次投机行为,并且成功率还贼高 球场老六,他当之无愧 这波,在对人太阳季后赛第四场比赛,老六在经历四场比赛后,终于完成对保罗的抢断 此后接受采访时,阿尔瓦拉多也说,抢断保罗一直在自己的心愿清单当中,这次也算是圆了梦了 别看老六,在赛场上如今成为NBA网红,但是他的经历就相当坎坷 阿尔瓦拉多大学时期,在乔治亚理工队效力,本来想要参加2020年选球大会 但是因为疫情影响,他只能在大学多读一年 2021年选球大会,作为23岁的大龄球员,加上1583不出众的身高 他也成为名落选秀,面临无球可打的地步 不过在去年8月份,体育队却以双向合同向他签下 随后在记录赛前,体育队给他递上一份四年650万的合同 虽然年薪150万,几乎排名联盟垫底,但是阿尔瓦拉多却对此十分感激 毕竟他真正成为了一名NBA球员 如今的阿尔瓦拉多已经成为体育替补后卫的博二之选 并且老六行为,也给球迷带来了不少欢乐